发现型陨石是陨石降落地球很久以后,被发现和收集的陨石,这类陨石所占陨石收集总量的绝大部分,陨石降落地球以后,由于所降落点气候不同,陨石所收到分化程度也不同,目前所收集到的发现型陨石,在南极冰川被发现陨石的新鲜度,要比其他地方要好,这是由于南极其特殊气候和自然环境, 是陨石能更长时间在地温状态下,被很好的保存和聚集,而在地球其他地区如沙漠、山林、河流等所收集的陨石,由于环境不一,气候多变,此类陨石风化较为厉害,严重的几乎没了陨石的外表特征。 陨石,陨石风化的程度,陨石的局地年龄陨石品种也相关,陨石局地年龄即从陨石降落到被发现的这一时间越长,风化越严重,有的陨石局地年龄达数百万年,相对于陨石品种,且陨石,要比时陨石更难被风化,这是由于其陨石的基础特征所而然, 因此,被发现去地年龄长的陨石,往往是铁陨石,铁陨石,叫陨石,叫陨石,也叫木基陨石,是陨石在坠落地球时,被目的者看见的陨石,正在陨石坠落后,往往在很短时间里即被收集起来,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地球的风化和污染,所以叫陨石让品非常新鲜,此类陨石的研究意义非常重要, 我国以976年降落的吉里陨石与,与2012年西陨陨石与,都属于降落性陨石,玩火回石求利陨石,相对于发现性陨石,降落性陨石只能占一小部分,目前寻求收集的五万多块陨石,大部分都属发现性陨石,至此发现地包括南极冰川,沙漠,山川,村庄等等,几乎包含了出海洋外奇特任何地, 随之人们对陨石收集的热情升高,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陨石,有待我们去发现,探知求利陨石,湖南州立文物鉴定中心,为我国合法第三方文物,瓷,铜,钳,钳匹石类陨石,化石,玉美检测,鉴定机构,该机构不参与任何交易, 对于四月时采用利器无损化学成分分析,并将分析结果与国家相关各国有时数据比对,从而准确科学得出结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